无尼闹 蜜蜜嗓 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开始带您来看到 经济部东部产业技术服务中心 成立15年来 累积技术辅导资讯服务超过了2700加次 那么也推广了1500项以上的东部特色产品 那么成果非常的丰硕 接下来经济部再次的扩大推动东创计划 以AI与低碳科技为主轴 发展智慧农余 低碳制造 科技观光等三大的领域 驻花东六级产业智慧升级 预估在未来4年将会投入5亿元以上的经费 那么并在118年是达到提升东部产业产值40亿元 经济部15年前成立了东部产业技术服务中心 协助特色工艺 生成海水 农特产品等在地产业 转型和升级 累积辅导服务超过了2700加次 推广了1500项以上东部特色产品 成果非常丰硕 接下来经济部扩大推动东创计划 投资5亿元以上经费 在4年之后要达到提升东部产业产值40亿元的目标 我们经济部在未来4年 会把这样一个东产计划 扩大两倍的规模来推动 而且我们把这个东产计划 改名叫做东创计划 为什么叫东创计划呢 以前是做产业发展而已 我们现在是要导入智慧的科技 因为赖总统认为说 我们应该要推动台湾成为一个人工智慧岛 所以我们把这个人工智慧 智慧的科技要导入地方的一些产业的创新 第一个智慧的农业业 我们知道地方的一些农产品 或者是养殖业 我们透过智慧科技 透过人工智慧来帮助它 能够做更好的环境的管控 提升养殖的品质跟水准 第二个我们重点是永续制造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导入更多的这种 低碳制造的技术 给在地的制造业 让他们可以开拓全世界的市场 第三个 我们这次推动科技的观光 利用科技 怎么样能够跟这个观光 可以结合在一起 来欣赏 来享受花东的好山好水 透过科技的帮忙 同时为了协助花年地震过后的复苏 经济部也吸手国内两大知名的运动社群平台 串联在地特色商家 推出了漫游重骨爱在花东活动 精选花东10条安全践行步道 还有10条安全自行车骑程路线 参加的民众都可以获得精美礼物 经济部广邀全国民众来体验 花东依旧美好的自然风光 借旅会简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